斑马玩具 神灯 猪爷爷来到彩虹岛 找到了独角兽仙子 独角兽仙子 佩奇他们被月之女的魔法困住了 你能给我一件法器去解救他们吗 猪爷爷 你能给我说说具体情况吗 佩奇和乔治还有 然后就变成大树了 我知道了 您别着急 给你一件宝物 独角兽仙子变出一盏神灯 并且告诉他 神灯发出的光 可以破解月之女的魔法 但是只能用一次 而且要在晚上使用才有效果 我记住了 现在我把使用的魔法告诉你 学完咒语后 猪爷爷急匆匆赶到森林 却忘了独角兽仙子交代的是 佩奇 乔治 我来救你们了 这时的太阳还没有落山 猪爷爷便开始念咒语了 神灯慢慢被点燃了 可是马上就熄灭了 佩奇和乔治 还有苏西他们并没有变回来 猪爷爷再一次念咒语 可是神灯没反应 怎么办 机会用完了 还没把孩子们救出来 猪爷爷只好再去找独角兽仙子 这次他会想出什么样的方法 去获得第二次解救大家的机会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就订阅我吧 留言更有机会获大奖哦